哈喽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使用它的机器人,这都是为了争名夺利,这样的事情历来都有,只不过不是以数字形式呈现的,现在,你可以用它来做更多事情。 美国电脑安全顾问公司Support Intelligence CEO李克,韦森,Rick Wesson说,现在,网络机器人只是用于迷惑和欺骗人们相信一些不那么流行的东西,或者推广某些信息。 但维森认为,随着这种机器人越来越先进,他们还有可能用于实现更加肮脏的目的。 今年3月,以色列理工学院的两名学生开发了一群机器人,导致谷歌旗下导航软件Waze发布了虚假的交通拥堵信息。 这个项目虽然只是一个课程演示程序,但它却极其先进,足以上系统误以为他们真的来自在路上驾驶汽车的Android用户。 Waze系统以此为根据指引用户前往其他道路,为了指示避开并不存在的交通拥堵。 所以,请务必小心与你成为好友的是哪种机器人,他们可能会因为持有不同证件导致你在网上遭到攻击,还有可能因为散步不实的交通拥堵信息导致你迷路。 Waze Waze 谢谢观看